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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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自由亞洲電台的亞太聯播 我是景宣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德國總理訪問中國第一天 會晤中國維權群體代表 福建三沙鎮 化學垃圾污染海水 村民血本無歸 中國熱評首次開播 品評一周中國熱點事件 正在北京訪問的德國總理默克爾 在訪問中國的第一天 除了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外 還會晤了中國的維權人士 據法新社引述 默克爾發言人塞貝爾表示 星期五與默克爾會面的 中國維權人士包括 多名維權律師、自由作家 和網絡活躍人士 但發言人拒絕透露會面的細節 以及出席人士的身份 在默克爾出訪中國之前 這位發言人就表示 默克爾此次訪華 在與中國領導人會面時 人權、法律和民主都將是重點議題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 做出全面放開二孩政策之後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江偉平說 全面放開二孩政策要落地 要經過中共中央做出決定 國務院制定調整意見 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 各地實施方案報批 以及地方人大修訂寄生條例 共四個程序 搶生屬於違法要罰款 他還說 允許二孩不等於二胎 已有雙胞胎的不能再生 流亡美國的中國盲人維權人士 陳光誠抨擊北京當局 在廢除異胎化政策上鬆綁不夠 本台就中國結束獨生族女政策 對他進行了專訪 將於下週播出 敬請關注 福建省寧德市霞浦縣 三沙鎮菜農布滿香林的 福鼎市秦宇鎮多家工廠 多次將硫酸垃圾偷運到三沙鎮青稻 導致海水被污染 使得以種植紫菜為生的村民 今年血本無歸 10月29號 數百人拉橫幅 遊行示威到縣政府 遭到公安鎮壓 下面是喬龍的報導 寧德市霞浦縣三沙鎮的數百菜農 本週四打著嚴禁污染 還我紫菜 誰來為菜農做主等白底黑字橫幅 遊行示威到縣政府門外 遭到防暴警察和武警驅散 雙方發生拉扯 有多人被毆打及抓捕 村民發帖稱 今年以來 香陵的福鼎市秦宇鎮多家工廠 多次將有毒垃圾偷運到三沙鎮青稻 導致海水被污染 使得他們 世代以種植紫菜為生的村民 顆粒無收 損失上億元 而村民在現場抓獲一些 偷倒垃圾的人員 並扣留車輛 但隨即被當地武警帶走並保護 當地村民林先生 本週五接受記者採訪時稱 另一位村民對記者說 村民稱 有人將硫酸垃圾倒入海岸 海水受污染後 今年三沙鎮的紫菜全部腐爛 損失高達數億元 本台記者周五支店三沙鎮政府辦公室查詢 工作人員表示正在調查事件 這件事情 因為書記政長這幾天都在線上面處理事情 所以還沒有回來 所以我們也還不了解 你等我們官方的結果出來吧 晚上講的說什麼抓人啊 什麼打人都不是 那是人家批出來的 不要去相信啊 聽說環保局也介入了是嗎 對環保局也介入了 就是查這些水一樣 到底是不是說是這個有害垃圾所引起的 我們以前原先都不知道 你知道嗎 它都是半夜來往裡面 往那個海裡面倒啊 但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把垃圾 運到我們鄭這邊來倒 所以今年損失兩個億啊說是嗎 它每個村子兩個億啊 它每一家每一戶都是上百萬上百萬 霞浦縣是中國海帶之鄉 其口感至美 質量之優 是極佳肴 良藥於一體的珍寶 據報由於霞浦縣海域不存在工業污染 同時海帶養殖的區域都和大黃魚等海水魚養殖區域相鄰 擁有清潔 富含營養物質的海水使得霞浦海帶 不論從形態 口感 營養都優於大陸其他海域出產的海帶 每年10月也是當地收穫紫菜的季節 每想今年 紫菜卻爛在海裡 菜農 損失 慘重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喬龍的採訪報導 中國當局近日 以學習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為名 在青海同仁縣 召集龍巫寺僧人開會 展開清理整治工作 並強迫他們在一份文件上簽字 有超過200名僧人沒有參加會議 以表達不滿 另有多名僧人拒絕文件 一位旅居歐洲的同仁縣藏人 向本台特約記者透露 當局通過該會議 對龍巫寺提出了三點要求 第一 寺院僧眾必須嚴格遵守國家法律 第二 寺院各方面必須按照國家指示辦事 第三 寺院所有經費開支必須向國家公開 當局還聲稱 如果寺院僧眾方面能夠好好遵守黨和國家的法律 政府不僅會給予支援 還會對寺院建築進行最大規模的維修 當局同時還強迫僧眾 在相關文件上簽字 不過多名僧人不顧打壓 堅持拒絕簽字 有關台灣原住民的南島民族國際會議 10月29日在台北登場 八國專家學者 研討空間治理與文化資產主題 台灣原住民學者跋上 抨擊台灣政府 慶祝的漢人光復節 對原住民卻是受難日 請看夏曉華發自台北的報導 2015南島民族國際會議週四在台北登場 太平洋島國包括諾魯共和國 帕勞共和國 圖瓦魯 新西蘭 澳大利亞等駐台大使及代表語會 八國專家學者針對今年主題 空間治理與文化資產進行原住論壇 南島會議由騎勞古調祈福 原住民舞蹈開場 總統馬英九分別以受邀斐忌等 七國原住民族語 及台灣官方認定的阿美族等 十四族語表達問候 對於來自柏柳的貴賓 阿麗 對於來自紐西蘭 馬英九談起 人類學家認為台灣可能是 南島民族共同祖先的發源地 他五年前訪問太平洋島國友邦 發現台灣許多原住民族語言 確實與南島若干民族語言 有近似之處 馬英九舉例 比如說像眼睛 他們叫做Tama Mata Mata 對不起 講反了 然後手指都好像叫做Lima 然後像剛剛講的這個柏柳 這個問候叫阿力 我們原住民族有阿力是講兄弟 那數數123456789是 也有很多地方很相似 馬英九提到台灣與太平洋島國友邦 在農業環保 太陽能 醫療 語言 文化等各領域合作密切 例如在諾魯推動360計畫 協助該國三年內發展六種農畜產品 達成零進口目標 全由當地人飼養和種植 馬英九回憶 他到訪時 輔導團隊特別以當地種的菜 和養的雞生的蛋做成高中生的便當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有些島嶼的食物太著重紅肉 造成糖尿病患偏多 不過和馬英九的牧林演講 形成強烈對照的是台灣原住民代表大唱反調 針對台灣政府盛大慶祝抗戰勝利 繼台灣光復70週年 台灣原住民族部落行動聯盟代表 拔上質疑說 中華民國稱頌的台灣光復 對原住民族而言 土地不但沒有光復 還遭擴大侵占 1950白色恐怖時代 爭取原住民權益 要求自治與環窩土地的原住民精英 更遭到新殖民當局殘酷的撲殺 漢人的光復紀念日 對原住民確是受難日 法上直指 二十一世紀 全世界基本人權標準是尊重在地人民自決權 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仍未承認原住民族 對境內其他民族採取高壓同化政策 稱其為少數民族 法上說 所以我們不但不能夠接受台灣原住民族 被列為所謂的中國的少數民族 同時我們也對於中國的一些原住民族 被當作少數民族 然後呢 就以漢族多數的這個霸權 來治理這個所謂的少數的這個地區 我們覺得是非常的不妥當 法上提到 當與中國的原住民族交流 他們知道台灣稱原住民族的意義的時候 他們都非常痛苦跟難過的說 我們是我們這個地方的原住民族 我們不是在北京或在中國其他地方的少數民族 中國則離得非常遠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夏曉華台北報導 亞太聯播從本週開始 將在每週五推出一檔全新的專欄節目 《中國熱評》 現任美國智庫家圖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夏葉良 以及美國華人牧師民主人士郭寶勝 郭牧師將通過skype參加討論 好 首先歡迎郭牧師和夏教授參加本期的話題討論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本週一則美國派遣導彈驅逐艦 進入這個南中國海十二海里水域巡航的這個消息 可以說是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那麼各種討論接踵而至 有很多人認為說美國的這種行為 其實是對中國的一個挑釁 我想先問一下夏教授 您對這件事情是怎麼看的 首先美國它不承認這個十二海里的所謂領海權 因為美國並沒有加入國際海洋公約 它不承認這樣一個公約的合法性 再加上中國自己的十二海里的界定也不清楚 它的起始線在哪裡也不清楚 而且其他的周邊國家都還對此有爭議 所以這個情況下就是說 不是說專對中國的一個挑釁 因為美國對這個所有的 它以後還要再去越南的海域 菲律賓的海域 其他地方它都會去賺 它並不是說要挑釁這些國家 而是說它根本就不承認 它不認為存在這樣一個界限 因為這個是重要的國際航道 既然是國際重要航道 它就應該要保持這個通行的暢通 它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的 所以我們國內的民眾 由於不知道這個情況 加上中國的民族主義 愛國主義的情緒的這種宣洩 就形得好像劍拔弩張 就要打一仗似的 其實如果官方 如果要是把這些背景的情況 向國內公眾交代清楚的話 也不會這樣 好 郭牧師 有人說美國的這種行為 是對習近平底線的一種試探 您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 實際上美國這次行為 是主張航行自由 因為這個島都是人工造的島 在國際法上 這個屬於低潮高地 就是說在退潮的時候 它會露出來 漲潮的時候它會消失 像這些島呢 它周圍沒有領海的主張 然後它進行航行自由呢 這是它的起碼的一個 航行的一個權利 它對中國政府呢 可以說它伸張這些領域 是它的領海權 它實際上是一個警告吧 就是說你的這個主權主張呢 實際上是美國也是不承認的 而且要恢復這一帶的航行自由 這是美國這次航行的主要的目的 好 對 那麼兩位剛才都提到了這個國際法 我想問一下 究竟在這個國際法當中 對這個南海水域 是怎樣去界定的呢 夏教授 國際法倒不是具體界定南海的區域 而是界定就是說 有沒有國家這個 比如說你主張自己領海權的話 這個領海權什麼界限 一般是主張是12海里 那麼12海里一定要有一個起始線 就從哪裡算起12海里 如果要是講你這個界定的話 就是中方你把你的12海里起始線說清楚 然後哪一條線是屬於你的領海範圍 那周邊國家是不是承認這個點 所以說國際海洋法 它只是提供一個規則 它不能夠直接界定說 這一片到底是你的還不是你的 嗯 那麼郭牧師我想請問一下您啊 您覺得現在這個南海危機 造成它的根源是從何而起呢 這個根源呢就是中國政府 大規模地填海造島 製造南海的緊張局勢 引起南海眾多國家的 這樣一種緊張的挑釁行為所導致的 就這個事情呢 美國政府向中國呢 提出過多次的警告 南海諸各國家呢也提出過警告 但是中國政府一直不聽 奧席會的時候呢 奧巴馬也向習近平呢 提出過這個警告等於是 但是習近平也是拒絕 所以你看奧席會之後呢 他們就不得不派這個 敘逐堅拉茲號啊 進行巡航來伸張這一帶的 航行自由 另一方面 對它大規模的填海造島 製造緊張局勢 進行一個遏制 所以最關鍵呢是中國政府自己呢 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是這樣的 好夏教授 那您覺得中方下一步 會怎樣去回應這個問題呢 它首先表現出啊 說說監控全程 而且說如果美方再繼續冒犯的話 他們就要採取什麼什麼措施 這主要是說給國內民眾聽的 但我想這個中方其實是沒有這個膽識來打 我想這個戰爭是打不起來 但是雙方都要這個表現出一種這個態勢 很強勢的這種態勢 所以呢我想這個今後呢 可能還會有雙方更多的溝通 比如說太平洋艦隊司令最近要訪問中國 以後這個習近平和奧巴馬 可能還要取得進一步的這個 對我聽說好像兩國已經就這個事件視頻通話了 對 所以您覺得這個分歧不會升級了 我覺得它只是雙方擺出這種架勢 尤其是中國要給國內民眾要宣傳中國不示弱 它要有這樣一個形象 但是呢真正它不會打起來 好我們繼續來關注本週啊 另一件比較關注度比較高的是就是 中國網絡自由度的事件啊 那麼美國自由之家發布了一項報告說 是在全球65個國家之間進行的網絡自由度的監測 那麼中國是在這個報告上是排倒數第一名啊 這樣我想問一下那個郭牧師您對這件事情怎麼看啊 對 自由之家它有個最新的排名 嗯 中國呢佔88分啊 數字越多呢就說明它自由度是越糟糕啊 中國呢現在成為全世界最糟糕的一個國家啊 這方面呢就是我們知道就是整個中國的網民變成一個大的一個監獄啊 實際上最大的一個網民監獄啊 嗯 而且自由之家它是從啊 上網的限制用戶的權利啊 三個方面進行了一個評估 這個評估呢實際上也是非常科學的啊 這個也是對中國政府的一個警告 如果這樣的話啊 就完全違背了互聯網啊 它無國界啊 它的自由的一個精神啊 這樣下去的話 也對中國自身的一個發展 會構成一個很大的挑戰 對 好 夏教授 那您覺得習近平他為什麼要把這個 所謂的網絡主權定位於這個共產黨 去引導的重點之一呢 因為中國共產黨就從成立到現在 它這個很掌握這個宣傳的主動權 它就是說 所以說中國這麼多年來大家說是洗腦教育啊 它掌控這個意識形態 各種這個宣傳媒體 中國所有的媒體都是共產黨的 所以它這個對信息的封鎖 是對它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就維穩的關鍵 它不能讓民眾了解到真實的 這個外物的信息 所以你看這個它這次倒數第一 有人也問了說為什麼朝鮮不是 對 因為朝鮮不在這個調查範圍之內 因為朝鮮老百姓沒有上網的這個機會和權力 它只是官員啊 或者是一些政府的機構 所以這些可以看出 為什麼中國在互聯網上 本來是普及的程度是很快的 既然要普及互聯網 那就應該是信息公開的開放的 那它又封鎖 所以外國人到中國去 無論是做生意還是交流 它總是要弄VPN那個翻牆 所以很不方便 那對於中國的老百姓來講的話 如果翻牆還有一定的經濟成本 有些人經濟成本如果壓力比較大的話 還不會去翻牆 所以很多的這個中國網民 說起來有幾億網民 但是真正了解外部信息的可能不到一半 可能三分之一都不到 那您覺得像中共這樣限制網絡自由啊 對這個全球的網絡發展 會帶來一些什麼樣的影響 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局域網 或者內部網 那它這個本來講信息要覆蓋全球 那中國的人口佔世界的四分之一 那如果要講這個網絡方面能夠開放的話 那就是世界開放度就更高 而中國呢如果不開放 就意味著世界上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口 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 所以這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中國的互聯網開放呢 在我看來是勢在必行 那郭牧師您對這個事件有什麼看法呢 我覺得這樣的話 中國政府的這種限制啊 會導致這個共產黨會議 會越來越專制獨裁 因為在網上的很多人 他提意見他就可以抓起來 前段時間像這個薛滿子啊 情活活啊 還有很多的網絡記者被抓捕 這樣的話 把這些反對的聲音給壓制之後 那它這個權力會越來越走向獨裁 再一個是跟世界的交流呢 就會越來越受到限制 中國會更加的閉關鎖國 好 下面呢 我們最後再來討論一下 剛剛結束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 我們今天聽到了這樣一則消息說 中國正式宣布 結束了這個三十多年的一胎政策 現在在中國可以升第二胎了 我們知道中共這樣做的目的是 為了解決這個中國老齡化社會的問題 您覺得這個放開二胎政策 對這個現在中國老齡化究竟有多少的幫助 我覺得它這個放開比較晚了 它應該十年前就著手做這個工作 那麼現在我們知道 人口紅利從2010年之後就開始逐漸消失 現在我們這個勞動力 這個青壯年勞動力嚴重不足 很多地方招工招不到這個青壯勞動力 然後老齡化程度嚴重了以後呢 造成了很多的空心化 就是包括一些行業出現了一些空缺 然後很多方面的出現了經濟方面結構性的問題 那麼這個問題呢 隨著這個政策放開 但是你知道從允許生育 到真正人家成長成勞動力 這中間還有一段過程 所以我想不會那麼快地顯現出來 再加上現在的這些 包括這個適應的群體裡邊 也有人選擇不生育 因為生育成本現在非常的高昂 那有人說這個真正的影響的群體 大約只有47萬到50萬的樣子 如果是這樣一個群體的話 它就算這些人都生的話 可能到10年20年之後才能夠有所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已經影響到了兩三代人 就是說對中國的經濟 對中國的社會都產生了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徹底地要解決這個問題 不是說只能說放開二胎 而是說中國要重新審視 計劃生育這樣一個國策 所謂的國策 它根本性的歷史性的錯誤 它怎麼樣來糾正的問題 我也想請兩位來談一下 也就是說我也在網上有看到一項民調顯示說 只有四成的人說同意會生第二胎 其實大部分人都說自己養不起或者生不起 所以兩位覺得這個放開二胎 難道說只是很簡單的一條一紙文書 一項這個法律規則嗎 還是說它暗含了很多的這個社會的問題 其他的問題 郭牧師您怎麼看 對 現在就是放開二胎 很多人也是不願意 是因為生活的壓力越來越重 再一個是孩子的教養成本很大 還有一個原因 人們對政府管制生育呢 本身就非常的厭惡 實際上生育權呢 是這個聯合國規定的基本人權 在美國呢都屬於不明的私權 就是政府不應該管 就計劃生育政策呢 應該徹底的取消 而中國的模式是國家來管黨也來管 你看這個不生也是他決定 生也是他決定 現在就是通過一個黨的大會 來決定一個國家民族的一個命運呢 這是完全是非常奇怪的 本來這個計劃生育法是全國人大通過 現在通過一個黨的會議來推翻 本身就是不合法 所以就是現在很多人呢 網友就在笑話就說 以前呢是這個 要把這個超生都要管 現在就是你不生他就偏要叫你生 說這個一人不生啊 全聰的人都要人官受精 這個就說明 中共的這種強制呢 就是管天管地 他還要管你生孩子 所以這種政府強制來管生育 管人的這個生 人口的這個出生啊 這個做法是一個非常專制的做法 必須要取消 計劃生育政策必須要取消 全面地取消 對 計劃生育政策呢 對人權的這種侵犯呢 非常嚴重 在70年代初 其實60年代末就開始了 70年代初呢 我們看到有強制的那種 結紮 絕育 還有流產 這樣的一些做法呢 都是慘絕人寰的 有的人家裡邊如果抗拒的話 就把他家這個家房子給推倒 所以有些人變成了流浪 流浪戶 然後這個流浪戶在外面 還經常被圍追堵截 所以那個超城遊擊隊 那樣的一個小品 在全國引起了廣泛的反響 所以這樣呢 危害到了幾代人 那就是說這個 他對這個人呢 人的基本權利 沒有這個得到 充分的有效的保障 那現在這個時候 中國既然已經簽署了 世界人權公約 那就應該遵守這樣的一個承諾 再加上剛才講的就是說 計劃生育這個政策 我們要全面的這個審視 它的歷史性的 造成的歷史性的失誤 所以應該全面的取消它 不應該讓它再阻礙中國的 這樣一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但是現在他說鼓勵生第二胎 並不是等同於解除計劃生育吧 並沒有 他就是還沒有宣佈取消這項 所謂國策 我們不應該讓計劃生育 再成為中國的國策 那您覺得 如果像中國的現狀來說 它想解決這個老齡化的問題 應該從哪幾個方面 著手比較現實呢 當然現在就是說放開 是二胎還是三胎 其實這還人口學家 還有一些爭議了 就是可能還要更大幅度放開 另外就是說 鼓勵生育政策裡邊 有一些什麼樣的真正的福利措施 比如說過去 讓人們計劃生育的時候 有很多虛偽的承諾 說將來養老靠國家 後來過了一些年 說法又不一樣了 說這個要幫著 就是說養老的話 也要靠自己 要經過幾次過渡 那麼現在呢 你要實實在在地 給人們一個能夠看到的 就是說你究竟有哪些 鼓勵的政策 即使沒有這種鼓勵政策 就是說人們也是自主自願地 可以來做自己的決定 那從這個其他方面來看的話 我們假如說 如果勞動力嚴重不足的情況 有些國家是可以開放已經移民的 就是說東南亞或者其他地方的 那個青壯年勞動力進入中國 尤其是具有技術含量的勞動力 是可以進入的 這也是一種思路 也就是說中國過去是一個 非移民的國家 但是未來有人說呢 如果你真的是勞動力稀缺的話 或者尤其是技術勞動力稀缺的話 為什麼不能夠放開移民政策呢 好 郭牧師您對這個觀點 有什麼要補充的 我覺得中國政府應該反思一下 它的國家來控制計劃生育 這樣一種政策 實際上它在建國初的話 它是鼓勵生育 那時候為了準備戰爭 人還站出來發動戰爭嘛 它鼓勵生育 最後實際上超升了這個4億多 後來呢我們知道 它又在通過這個計劃生育國策 強制的墮胎啊 造成很多的人權的這個災難 有將近4億個孩子 就被這樣扼殺了 幾千萬就被這個墮胎啊 實際上它現在又開始 就反思它的這個政策的錯誤 又開始鼓勵人們來生育 來這個人口老齡化問題 還有這個男生找不到對象 因為大家都只想生男孩 還不生女孩 所以它又通過國家的這個強力 來指導這個人口的這個政策 這個思路呢應該取消 中國政府應該從建國以來的 這個人口政策呢 進行一個深刻的反思之後 讓人口啊自然的生長 就像這個西方民主國家一樣 廢棄這個計劃生育政策 對 但還要加補充一點 就是說這裡面應該特別注意 性別的篩選的問題 就是說中國人的一個習慣 就是願意多生男孩子 生男孩 如果這個方面不加以控制的話 那麼就是如果多生孩子 如果男孩子比例 還是大大超過女性的話 那這樣的話 現在據說已經有3000萬 這個所謂光棍 就是將來很難找到對象 就多出來的這個男性人數 那如果要是講這個方面 就是允許他們用B超 來事先了解的話 那就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方面要嚴格控制 好 非常感謝兩位參加 本週的話題討論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再見 請見 今天的亚太联播就到这里 我是景轩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